好的,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新闻点评来宾 是中国时报的社长王美玉 美玉社长您好 各位好,各位观众晚安 好,这个我们先来打一个比方 就是马英九如果相当于胡锦涛的话 他的地位不但是国家主席 党的总书记 而且还是国家的三军统帅 现在这个马系立委 就相当于团派出身的人大代表 竟然是敢把马政府信誓旦旦 视为重大改革 而且优惠社会 这个公平正义的证所税给挡了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就事论事 完全聚焦在这个证所税案上面 第一,想要请教社长的是 站在马的角度,这是不是造反 然后第二,就是站在社会的角度 社会怎么看马英九 然后还有第三呢 就是国民党的立委 为什么是吃了雄心豹子弹 敢这样子做 站在马英九的角度来看 其实站在国民党执政的角度来看 这是造反 而且是会造成倒戈的 那个是国家 你如果行政院的法案送到立法院去 完全被阻挡下来的话 那就倒戈嘛 部长辞职,院长下台 就是这么简单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荒腔走板的一个做法 行政院在证所 所以的这个案子里头 其实在行政院内部就有不同意见 金管会主委跟财政部部长两个人意见不一致 那么还会让这个法案送出来 我不晓得国民党他是怎么来协调这个法案 一个法案送到立法院 政院内部有不同意见 本来政院通过 行政院通过之后 他本来要暂缓送到立法院 因为舆论的压力很大 所以他就只好再把它丢到立法院 丢到立法院有一种声音就说 没关系 行政院反正马英九不在乎 四年没选举 但是立法院 立法委员我们知道 政商很多人 证券商很多人在游说 就希望立法院把这个案子挡下来 我觉得这个荒腔走板 其实是造成马英九 他第二任还没有就职 他已经充分跛脚 我必须这样说 政策他的立场 为什么他下面的人会叛变 很简单 一个总统就是说 你如果 今天有一个报纸访问了沈富雄先生 他提到 他说我们要抢救台湾老爹 台湾老爹就是台湾 台湾这个整个的政坛 我们常常讲台湾民粹化到这种地步 其实这也不是只有国民党一家的事 你看看 就是说在总统大选期间 一月份的时候 民进党打贫富差距的问题 社会正义的问题 我们很多人纳税 缴税缴到 薪资所得的缴到实在是喘不过气来 有钱人他缴的毕竟比较少 所以才会有所谓居住正义的问题 才会有所谓要磕富人税的问题 才会有所谓要磕资本利得税 要磕证所税的问题 那么马英九就是说他在美牛事件上 他没有谈好 那么在这个油电价格上 他就摔了一大跤 前距后攻 本来讲说带个钢盔往前冲 到最后变成说三阶段调整 把物价都炒翻天了 然后电价要三阶段调整 其实民间反应插透了 因为他民调趴在地上 听说只有18% 研考会自己也不好意思做 所以也因为这样 是不是会造成国民党内部 有一些反马的声音出来 大家都说吴玉生好像是马戏人 我倒不这么认为 就是有些人 他们是不是就是说 见风转舵开始认为 其实我跟你讲 第二任的时候 通常就是会一个跛脚 大家都在赌下一任的 国民党领导人是谁 是吴敦毅呢 是朱立伦呢 还是现在的王金平 下一个leader在哪里 就往那边跑 那马英九在处理油价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 王金平 肖万强联手反应 就是说民间反应非常差 所以他才说分三阶段来涨 电价 对 电价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 在处理电价的事情 把自己的威信打到趴 那是他自己个人的问题 我了解 其实马英九从非洲访问回来的时候 他也单独跟胡志强 有一番谈话 私下沟通 讲了什么呢 就是尤家的问题 就是美牛的问题 胡志强跟他有不同的看法 马英九认为说 没有妥学余力 我就是要这样做 结果你有没有坚持 有时候很多改革是会痛 那个震痛是长痛还是短痛 一次痛到底 今天油价没有办法 就是说立即反应 一次痛到底 最大的原因就是台电的乘客太重 民营电厂的 我们的购电的成本太高 这个就是说当初经济部 在做所谓政策分析的时候 我上次讲过 如果把这些因素剔除之掉 本来要弥补台电的亏损是十块钱的话 但是因为你有这些很多的负面因素 你管理不行 你购电 搞不好变成二十块 不 搞不好变五块 你能涨五块 你只能涨五块 结果你还涨足十块 就被人家骂死了 所以这个事情他踢到铁板 大家就看不起他 就把他瞧不起他了 所以这个问题对马云九的领导威信 打了很大的一个巴掌 那你说国民党的立委 为什么要这样 很简单嘛 就是十四兆英雄 看他不行了 就要出来试试看 只是在党团这样子做 人家用造反这个帽子戴上去 还有说你改革是喊真的还喊假的 显然国民党的立委现在是喊假的 他就说你丢到我程序委员会来 十字内容在讨论 所谓十字内容我也可以把你 四百万磕税搞到一千万才磕税 其实这时候是民党非常好的时机 民党这两天也提到 说林权也有个版本 我呼吁民党赶快把你的版本拿出来 向民众说明你是主张公平正义的 让国民党的改革 再受到更大的监督跟威胁 对 而讲到这个 我们刚刚就如同社长您所提到的 就是马云九自己可以说是前居后宫 然后没有办法在不对的时候 做不对的坚持或不对的妥协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不要讲说国民党的立委了 我们来看社会的话 整个社会的氛围 他会怎么样看马云九 我昨天搭了计程车 计程车司机 我相信他在跟我讲正所税的时候 我相信他是一个散户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知道正所税 我有试着跟这个师机沟通 其实你只要一般的薪资所得 你差不多五十万就要扣税 那么为什么股票交易 获利四百万才要扣税 这有什么好怕呢 第二个散户你要获利四百万 恒何容易 还有就是说 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大户跟中十户 那这些很多既得利益者 他是结合券商 就是说他要反这个正所税 所以他们到那个国会去lobby 那就造成很多立法委员 他有压力 所以他们也希望不要通过 那所以就来了 券商就劝中十户不要进场 所以我们的股票就 因为在不确定的因素之下 就有往下修正 往下修正 因为他的成交量就少 就扬言说 因为他的证交税 什么一大堆交易手续费 什么都是因为这些的影响 他们可能他的员工 会没有工作要上街头 那散户就因为整个大盘跌 连带受到影响 所以散户现在人心惶惶 其实是客不到散户 但散户因为他股票被套牢 所以你一个政策 你可以搞到说 应该支持你的人也来反对你 那不是这个太英明了 我怎么这个政府会做事 做成这个样子呢 好 我接下来想要请问的就是说 马英九在过去已经干了四年了 而在这四年之前呢 他干过八年的台北市市长 换句话说 他管政府的行政资历 已经有十二年了 我们总结这十二年的经验 然后再看看眼前发生的事情 您会觉得 今天马英九 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一个处境 您会意外吗 有一点意外 我必须坦白的说 做一个县市首长跟做一个总统 的确是不可以到累计 其实差得很远 以前那个 陈水扁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民调非常高 做得非常好 但是他当总统的时候 你看他政策也是荒腔走板 那马英九在第一任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事情是同理性的问题 马英九做了两任的台北市长 很多人对他有很高的一个期待 他做的有很好吗 未必 比如说纳利风灾 但是因为很多人崇拜马英九 就对他重重的举取 轻轻的放下的做一个监督 那他今天做到第二任的总统连任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马英九命好了 大魏不予自取 你说他第一任总统做的有没有很好 如果你看他八八风灾时候 那时候的表现 真的也是荒腔走板 那么他没有办法跟庶民老百姓 站在同一线上 这是个事实 比如说当初他到地方去巡视的时候 看市灾民的时候 人家说总统我家怎么样 我不是来了吗 我不是来了吗 那人家说我爸爸因为这样罹难 他说我可以体会 我也丧失 我爸爸也过世 就是你爸爸是终老 人家爸爸是死于非命 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境 所以马总统在处理这些事情上 他不管是home stay long stay 他怎么会没有跟人民有那种感头深受的 这种 我没有说他没有悲悯性 但是至少不是通理性 那你今天政策的政策 你想说是自己是沉默的一个改革力量 大家也都愿意承受 在这个这次选举竞争这么激烈底下 人民还是选择你 因为毕竟民进党他的两岸政策的方向 没有个稳定性 所以大多数的经济选民 最后时刻跳出来的情谜 那么你说要改革 那一个改革就如同我们讲的 从美流搞到现在 短短四个月 你可以把自己的民调从 大概超过50% 然后掉到18% 就这样子的一个 你说不意外 非常意外 今天搞到不仅民进党烦你 然后连你 国民党内的人 好像也都已经瞧不起你了 我必须很坦白的告诉马总统 你真的已经跛脚了 这个局对你非常非常的艰困 你要拿出什么样的魄力 比如说你今天交代 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是他交代说 赶快挤进程序委员会 让他复委 复委之后呢 他说实质内容在讨论 那我请问你 实质内容是指什么 那所以我呼吁民进党跟亲民党 赶快把你们改革方案拿出来 让人民来比较 谁比较有魄力 对 就抓住社长这一点 我们先就这个问题呢 做一个战时的总结 就是假设礼拜五 就是开始复委了 接下来他过得了 这个会期过得了吗 现在是马英九 是以最高的姿态 站出来说 要推动这个案子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案子 这个会期可能过不了 结果对他的微信 是不是又一次折损 对 接下来过得了 过不了 要看他的本事了 其实很多事情 是要朝野协商的 马英九当初竞选的时候 跟蔡英文的两个人说 口口声声说 朝野要和解 我们一定会跟 在野党的领袖来沟通 对国家有利的事情 你只要是你的政见 就会拿到我的政策里头 那么现在我到时候要访问说 马总统你 你竞选联赁四个月 这四个月 你对朝野和解做了什么事 这么多的重大政策 你有没有跟在野党做沟通 你不要说 没有跟在野党做沟通 你自己的党籍立委 都没有沟通 才会反成这个样子 对 的确没有错 而在说完 这国民党的加入事 乃至于国事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 是民进党的党主席选举了 讲句实话 也实在好 看不到哪里去 因为外界期待 民进党新主席 可以带领民进党转型 然后走出台独的罩门 然后2016的时候 可以挑战民进国民党 不过现在看到的是 五个候选人一字排开 苏贞昌是众矢之地 被另外四个人围剿 连一旁观战的民进党大佬 像是孤宽敏 还有姚家文 都经常补上一脚 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苏贞昌 在民间似乎人气很高 但是党内有实力的人 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因为这在考位 很简单在考位 那个2014 这一届的主席到2014 接着再连任的话 可以到2016 所以许清良摆明 我觉得他就是 蔡英文的代理人 虽然他不承认 他已经讲说 就是说他希望2016 蔡英文能够出来选 而且他还有个条件 选党主席的人 不能选2016的总统 所以他要苏贞昌立下承诺 苏贞昌怎么可以 立下这个承诺呢 我觉得民进党 现在非常的清楚 一件事情 就是说大家互相卡位 卡2016 其实 套一句许清良自己讲的话 我刚刚也讲过 大卫不予自取 谁能够选2016 就要看2014打了怎么样 如果以目前 国民党这样荒腔走板 2014 民进党大有可为 所以现在在围堵 苏贞昌的这些人 你们要想想看 如果真的让苏贞昌 选上这个党主席的话 2014他不一定会打输哦 如果他不一定会打输 他为什么不能 不能继续领导民进党 再打2016 甚至取而代之 去当2016当选总统呢 只要苏贞昌 在大陆政策 两岸政策 人民疑惑上 有一个主张 让大家觉得 他是可以放心交给他 而不是大家都会害怕的人 的候选人 这是倒有机会的 所以这个对民进党来讲 目前民进党这一个局 非常非常的清楚 毫无疑问 就是卡卫在 好 接下来我要请教这个社长 就是 就如同您所讲的 就是如果卡卫 如果苏贞昌赢了 如果说他带领民进党 打赢了2014的话 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2012之所以会失败 很多人认为呢 就是九二共事 乃至于台独问题 是民进党的罩门 而且呢 当初败选的时候 许多社会的主流意见认为是 下一任的民进党主席 必须要带领民进党 就这一个方面进行转型 如果说苏贞昌选上的话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带领民进党转型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外界对他有不少的批评 其中的批评之一就是 他的两岸政策的论述 还是过于空洞 这个很简单 我觉得因为党主局选举 两种票源 一个就是一般的民众的 民调 一个就是党员投票 基本交易派 对 基本交易派 所以在苏贞昌 在拿捏这个分寸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敢对两岸政策 有一个比较大开大合的讲法 我刚刚讲到 徐欣然俨然是小英的代理人 他在那个什么大胆吸进 什么再怎么讲 反正无所谓的 那到苏贞昌来讲 他可能还必须要 要党内党员的这块的 这些死忠的 对 基本交易派的票 所以他不敢得罪 这个基本交易派 那至于就是说 他当选 如果他能够当选党主席 苏贞昌是第一个人 跳出来讲说 要用台湾共识 结果后来选举的时候 被蔡英文拿走了 也讲了台湾共识 所以不是说 他有没有机会 在九二共识上 做一个宣誓 或者说他愿不愿 就有两岸政策里头 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法 是因为 他考虑到党主席选举 要先安内 再让外 他先把这个自己的票源 能够巩固住了 站稳党主席 任何一个人 我想他就说 任何一个民进党的候选人 除了这个独派的 基本交易派之外 他一定要在台湾社会取得最大的公约数 他有可能赢得所谓的大选 所以2014不要忘了 不是只有乡镇市首长 是五都的一个大选 对 那我们都知道 以目前五都 五都这个县市首长里头 国民党三席 表现都差强人意而已 在民调里头都不高 而且也是都上次选举都显胜 所以对苏贞昌来讲 他现在必须稍微保持沉默一点 因为他你知道吗 陈王败寇 他现在就是说 他进当选的机会最大 所以四个人围剿他 围剿他要打他 其实这个对他 我觉得是反而有利 OK 而且事实上 如果这样讲的话 我们还要记得的就是 苏贞昌他一路走来 每次到争取大位的 最后的临门一脚的时候 他都是功亏一篑 对 其实 如果大家没有健忘的话 红三军上街头的时候 他是行政院院长 他是行政院院长 他最有机会可以取而代之 那时候大家就讲说 民进党里头会不会高华德 所谓高华德 就登高一呼就说 陈水扁你该下台 对 那么那时候其实 谢阳廷比他更牛云港 谢阳廷说 你如果下台还不会更坏 他劝陈水扁这样 那苏贞昌百般挣扎 他那时候行政院长 他只要递出辞诊 那整个骨牌效应就倒了 那有可能就 陈水扁会被逼供 但是那时候他不敢 那你比如说 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这是党内对他 最不能谅解的地方 就是说他跟小英在竞争 那大家总觉得说 大家来协调 那行政院长抢先一步 说他要选台北市长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我常常在讲说 选举这是很难说 你说那时候 那个郝龙宾被发博事件 打到爆 就趴在地上了 怎么会想到一个 民进党的天王 还选不过他 真的 而这个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接下来还要来看的是 14年来的第一次 这些外媒的记者呢 要延长他的签证 但是被北京当局给拒绝了 就是阿拉伯半岛电视 英语频道的北京站 就要暂时的关闭